這些傳奇球星們的選秀順位 第一道讓你難以想像 NBA的選秀大會 造就了不少球星的誕生 在高順位被選中的球員 往往後來也能在聯盟有不錯的表現 縱使偶爾會出現意外 也就是俗稱的水貨 但能以高順位被向中 還是代表這些球員們普遍的被看好 而低順位的球員 雖然在選秀會當下不被看好 但不代表他們的實力 真的就跟他們的選秀順位一樣的低 不少球人日後在NBA 也會有跌破眾人眼鏡的發展 例如這幾年大家比較常提到的 Iseah Thomas 當年以選秀第60順位 也就是最後一位才被選到 不外乎就是他那不被看好的身高 但他進聯盟後 積極的證明了自己的身手 成為了球場上的小巨人 甚至在201617賽季的 最有價值球員票選上 還獲得了第五名的成績 從他的事蹟也能看到 低順位反而能成為一些球員的動力 讓他們變得更好 只是Iseah Thomas 其實並不是低順位球員中 開發最好的 也不是唯一一位被低估的球員 歷史上有一些球星 也曾經有這樣的記憶 甚至日後還成為了名人堂的議員 奠定了自己的歷史地位 以超低順位但用表現超好的條件來看 綽號A-Train的Artis Gilmore 大概就是NBA歷史上超低順位 但表現又很突出的球型 A-Train 這綽號其實就很好地顯示了他的身手 當對手在禁區搶案上對抗時 往往是逃不到半點便宜 甚至還會付出代價 就像當年在芝加哥通行的A線列車一樣 你想搭就得付錢 身高7持2吋 1升肌肉的A-Train 就像是Train的在世一樣 Sanye有著24000分和16000籃板的 史詩級封線成績 也足以說明他確實有著強大的實力 但不是所有可能完全猜不到 實際上他當年參加NBA選秀會時 卻是在第7輪總共第117順位 才被芝加哥公牛給選走 為什麼他會落到這麼後面的順位呢 難不成他的身手 真的被NBA各球團給低估了嗎 其實不是 事實上 Gilmore當時同時參加了NBA和ABA的選秀 而他後來決定加盟ABA的隊伍 NBA選他的公牛隊 基本上就沒細長 但公牛還是用了一個極低的順位籤 來選他 賭未來他若離開ABA轉投NBA時 能有優先簽下他的權利 同樣情況也發生在像是 J博士 冰仁 俊馬 等前ABA球星身上 而公牛也賭對了 5年後 ABA因為收益問題而解散 公牛也終於迎來了這名 池萊的大將 芝加哥 A-Train Gilmore在ABA時就已經有 場群22分17籃板 三組光的頂級表現 來到NBA後也維持他一貫的 籃下統治力 12個賽季平均也有17分 10籃板兩組光的成績 成為了當時聯盟中最好的風險球員之一 其間也入選了6次明星賽 退休後也正式成為了名人堂的議員 若要說誰是低順位卻有驚人的表現 且真的一開始是不被看好的 那人可能是 Manyu Ginomity Manyu 在1999年的選秀會時被馬赤隊以第2輪第57順位給選中 也就是當年只有29支隊伍時的倒數第2順位 看起來順位真的很低 但選的球隊可是馬赤 馬赤可是很會減飽的 只是當時Manyu並沒有馬上加末 而是回到了義大利繼續打球 在接下來的3年 Manyu不僅在歐洲都維持著不錯的身手 也開啟了他成為球星的大門 這3年不僅都入選義大利聯賽的明星賽 還獲得了兩屆的義大利最有價值球員 和一屆歐洲籃球聯賽的冠軍賽最有價值球員 逐漸的打開了他的知名度 在2002年時 他參加了在美國舉辦的世界盃籃球賽 當年參賽隊伍實力相當 美國隊就不用說了 中國隊友姚明 德國隊友德克努威斯基 南斯拉夫隊友佩扎斯多安威斯 Manyu還是帶領了阿根廷隊拿下了第2名的成績 證明了自己的能耐 世界杯過後 Manyu也終於下定了決心 挑戰NBA 雖然他的第1份合約 僅僅是2年280萬美金的小合約 但在當時的那個年代 當年他的籌籤順位 能收到這份合約 其實也已經算是實力被認可了 Manyu也很爭氣 在第1個賽季作為替補就有稱職的表現 也入選到了年度新秀陣容 從第2年開始 他也成為了馬次的替補大將 也正式的開啟了他的傳奇生涯 接下來幾年他就和 Duncan、Parker 組成了著名的GDP連線 期間共拿下4座冠軍 除了奠定自己的榮耀之外 也替球隊延續了一直以來的王朝 至於成績方面 單看Manyu生涯14000分 4000助攻 和約莫3700個籃板等 會覺得他的成績好像沒有特別突出 但Manyu的影響力是數字上看不出來的 像是他的歐洲部 鬼之切入堪稱一絕 是後來許多新生代球員模仿的原型 而他在季後賽時攻防兩端的平靜 也為人所樂道 所以或許帳面數字上很難受他青睞 但他的豐功偉業 就足以讓他有機會在未來入選到名人堂 這也是以前他參加選秀會時難以料想到的 20年前那個倒數第2順位才被選中的球員 未來竟然會是一位傳奇 Antonio Spurs select Emmanuel Ginobili 不管是A-Train 還是鬼之 鬼之切入的使用者 Manyu 都已經是退役的球星了 至於現役球員中 也有不少當年落在選秀第二輪 進聯盟後還能維持長久的生涯 甚至還入選過明星賽 像是Paul Milsack Mark Garzol Chris Middleton 等 其實也都是當年第2輪才被選中的球員 但真正讓人驚豔的2輪球員 應該非精怪隊的Nikola Jokic莫屬 現在的Jokic 不僅只會打出全明星身手 也是少數能理能外能投能傳的全能中鋒 可說是歷史難尋 但這樣的奇才 很難想像會落在第2輪第41順位才被選中 這也跟他的致命傷有關 就是他的位移速度 Jokic早在歐洲打球時 就有很全方位的籃球技術 加上還有不是一般常人會有的籃球智商 這也讓他非常特別 但他有個問題 就是身體過於笨重 而這大概也是他為何開發投射和傳球技術的原因吧 畢竟一直在籃下做體力活他也吃不消 也就是這個硬傷 讓這幾年著重在打快的NBA 不看好他未來的發展 只是他也很快的證明了 你各位啊 都是錯的 加上當初選他的又是金塊 從古至今最會選常人 最會養常人球隊 就是金塊 在2017年他們把Nergich交易掉 扶贈Jokic之後 Jokic就開始展現了他的價值 最近兩季平均更是能達出 19分 10.7籃板 6.6助攻 1.3操結 0.7火鍋 外加將近投進100顆三分球的全能成績 基本上要說他是現在聯盟的第一中鋒也不回過 Jokic幫助金塊戰績扶搖之上 也幫助自己贈得了一份5年將近1.5億美金的超大合約 跟他有同個身價的中鋒 要嘛是當年第三順位的NB 要嘛是2015年的狀元 Towns 相比之下 Jokic真的算是鹹魚大翻身的例子 而且恐怕也是歷史上最好的二輪球員 NBA歷史上出了不少射手 但利於頂點的射手們 更是從大學時期就被罰擊了 儘管如此 儘管從NBA設立三分線以來 射手就是不可或缺的存在 但他們在選秀會上多半還是不會有太高的順位 像是Red Island這樣能以第五順位被選到的 已經是少之又少了 更別說當年他是因為體能勁爆才得到加分 不然也可能和其他歷史射手一樣 多半若在第十順位附近才會被選走 而Kyle Culver 這名絕對也是歷史級的偉大射手 在當年卻是以第二輪第51順位才被選走 現在回頭去看可能會很意外 但畢竟有太多這種大學時期深蹲 進NBA就廢掉全身武功的單一功能型射手 所以這種速度不快 運動能力又成不上頂尖的白人射手 NBA自然是不會有太高的期待 但Kyle Culver不一樣的是 他從大學時期就有很卓越的開拳秀能力 加上他的身高夠高 不太容易被限制住 所以進NBA後反而適應的蠻好的 雖然他一路以來就是被當射手來使用 但他也都很称職的扮演著冷箭殺手的角色 關鍵時刻的三分絕對要了對手的命 而且很少會看到他的外線失場 生涯4x29的三分球命中率 也高居歷史第9位 如果以總數和命中率綜合來看 他大概也只輸Stamp Curry而已 因為Cover的生涯投進了歷史第4多的 2351顆三分球 新賽季他加盟公路隊 公路上級也推變成聯盟數一數二外投三分球的隊伍 看來渴望幫Cover延續神射手生涯 而不管38歲的Cover 還會在聯盟打多久 他現在的成績就足以讓他進到名人堂了 這樣看來 他也是被選秀順位給嚴重低估的球員之一 NBA選秀 讓不少本來就家喻戶曉的球員 成為了一個真正的球星 但不是只有高順位的人 未來才會有亮眼的表現 低順位的人 也可能逆勢而起 成為一位傳奇 從前面幾個例子可以看到 選修順位並不代表一切 選修順位 也無法決定一名球員的歷史定位 縱使順位在第一 但也還是登上了NBA這個舞台 得到了證明自己的機會 之後在聯盟的表現 才是真正能決定自己高度的最重要環節 而這或許也是在考驗著這些二輪球員們 能否 展現自己的價值 再次見 去找某個地方 去找某個地方 走開 走開 走開